新世界boss菲利特平民超简单攻略 兄弟们,这个新boss是真能整活 不仅机智复杂,伤害也很高 但是只要看完这期视频 保证你能拿下最高级奖励 首先我们要强调一点 菲利特新增了通关的额外奖励 所以生存是大于输出的 说实话,平民完全没必要去追白行 因为这个排名的奖励属实没什么意思 无论是随机手上的颜色会上 还是只有力量智力的白金会上 其实都是比较可有可无的东西 相比之下呢 带两个高级卡包的通关奖励 运气好还能摸出可交易的粉卡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阵容 首先开荒推荐平均1.9万抗魔以上 否则很有可能会打不过二阶段 这里我推荐平民玩双C加圣极士 因为路人很可能不懂极致他瞎玩 但如果有圣极士 就算瞎玩也会有很高的容错 那么我们实战开始 第一个图我们先加buff 注意不要用愤怒压血因为影响生存 然后第二个图就是菲利特1阶段了 这个怪有三个脑袋 一个熊,一个乌鸦,一个蛇 它的攻击动作比较复杂 不过需要注意的只有4点 首先一阶段持续35秒左右 就会结束到二阶段 这期间我们可以不输出 但是绝对不能忙 所谓不忙 无非就是看到绿色毒弹不要踩 看到攻击预警就跑 看到全屏喷毒双击后跳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buff的攻击呢 都是以毒伤为主 而且层数还能叠加 一旦跌到20层 基本神仙担救 所以只要我们不去作死乱吃毒 基本上就不会死 然后就这样 脱够时间 我们就可以进入二阶段了 二阶段我们要分别迎战熊和乌鸦 如果操作不出大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满编队状态 这里第一个怪很脆啊 我们直接带走就完事了 接着我们被传送回菲利特的身边 可以看到 此时此刻他的脑袋已经少了一个 我们的打法还是跟之前一样 不要去贪输出 以躲伤害为主 这里还有一个稳赢的小技巧 大家可以在消耗瓶里配置两瓶回血药 放弃那个属性攻击的药水 毕竟这个模式想完成 你得先活着 只有先活下来 才有资格才输出 然后这里boss的全瓶喷毒 大家可以这样躲 等毒怪喷过来的时候 赢着他双击后跳 这样我们就能完美撑到阶段转换 然后二阶段第二个怪 这个怪就相对难打一些了 血量和攻击力都获得了大幅的提升 不过这个时候如果不掉人的话 依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我这一局三号位剑豪提前被带走了 所以这里就也打的稍微辛苦一点了 大家切记第二怪不要走太久 否则两分钟之后 这个熊是会狂暴的 一拳两万伤害直接攻击结束了 所以这里我们速战速决火力全开 把熊哥狠狠的拿下 然后这里又回跳动画 我们被传送回菲利特房间 此时的菲利特就只剩下中间的舌头了 这个阶段打法和之前一样 是最好打的一个阶段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也可以趁这个时候 多去刷一刷伤害 只要别吃太多毒就好 然后这里我们被菲利特一口吞下 进入三阶段 这阶段目标是破坏场景里的四个蛋 四个蛋全打坏了 就算我们通关了 能看得出来 蛋的血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主要难点在于 地上常常会有很多的毒弹 如果硬吃着毒这样走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毒死 所以这里就是躲着打 不要往提示攻击的地方站 同时尽量找机会去打蛋 这里应该比二阶段是更简单的 只要这里你不去硬采着毒液 基本都能活下来 这里打掉最后一个蛋 完美拿下三阶段 现在三个阶段全部结束 我们终于可以开香槟了 因为最高档位的奖励 我们已经拿捏住了 所以这里直接瞎玩就行 这个菲利特本体呢 就跟上一个世界boss一样 他的攻防是会越来越高的 我们这里随便打几下 然后直接躺地上开摆 就完事了 最后我们打开邮件 邮箱里面的 就是三阶段的最高奖励 好了 希望本期视频能够报告大家 祝大家都能一发入魂 直接出粉卡 我是真诞 DNF十年精英玩家 期待你的关注